是深遠奧秘 但是養生之道簡單容易執行 慈濟仁醫會陳福民醫師 教大家如何避免胃食道逆流 樂和班都是中上年級的鄉親 還有私用世界 所以在這方面 我是用比較威脅的講法 讓大家能夠開開心心上了這個談 從這個笑談之中 他們能夠吸收到一部分的醫療知識 慈濟聖谷愛滿地聯絡處的 長青樂活班 學員們積極提問 醫師耐心講解 醫病關乎於心 要治病的話 喜歡哪個要治本 不要治標 也不要太多的顧慮 所以身心靈 三位應該要一體的 也不能夠分開 每週活動變化多 只要長者願意 身心健康都能步步促進 大愛新聞知善美之工 江遠林 陳靜點 劉貴英 美國報導 直接你問了